俄羅斯首都莫斯科有地鐵列車 在星期二早上繁忙時間出軌 造成至少20人死亡150人受傷 當局初步相信事故與恐怖襲擊無關 李丹紅報導 出軌的車卡扭曲變形 消防員和工作人員到場後 在殘骸中搜索 看看有沒有人被困 現場是莫斯科的斯拉維洋斯克站 當地時間星期二早上大約8點半 正值上班繁忙時間 出事的列車行走莫斯科地鐵深藍線 在洗自勝利公園站和斯拉維洋斯克站之間的時候 幾折車廂出軌 早前有消息指是因為電壓突然下降 觸動信號系統警報 導致列車緊急煞停而出軌 隨後當局澄清 說仍然在調查少事原因 事故造成多人死亡 果百人受傷 其中幾十人重傷 部分重傷者要由直升機送去附近的醫院治療 有乘客說當時他們整個人被拋上半空 車廂內一片黑暗 現場有煙霧出 當地傳媒報導 列車司機已經死亡 勝利公園站離地面84米 是莫斯科最深的地鐵站 令手救工作更困難 大約200個乘客由地鐵當局安排疏散到地面 大批巴士接載他們離開 NOW TV記者 李丹鴻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